各位观众朋友好 欢迎您收看本期的中国禁闻 3月27号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 国情党情发生变化部队时刻听党指挥的文章 内容重申确保部队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 都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主席指挥 解放军报发表这篇文章正好是薄熙来下台 引发中共高层权力斗争越来越引起外界关注的时候 中共的数百万解放军在这场权力角逐中将起到什么作用 特别受外界注意 有评论分析薄熙来和周永康联手推翻习近平的谋反计划被曝光 虽然周永康暂时被胡文控制 但周永康在政法委多年经营所形成的利益集团和势力 在面临被清洗时有可能反扑和挺而走险 这篇文章的发表是胡锦涛向周永康和江派发出警告 同时再次向外界显示他自己牢牢掌控军权 大陆民众在网上爆料说薄熙来的核心亲信有数十人被双规 其中有人交代薄熙来花费巨资与女色收买200多名社会知名人士 吹捧自己并爆出这些人的名单 其中中共超级五毛司马南 孔庆东 方斌兴等人名列在内 北大教授孔庆东几天前已经在网上公开承认 接受薄熙来100万人民币的巨资 并因此受到国安调查 西方媒体仍在继续探究与薄熙来家关系密切的英国人尼尔海伍德的死因 希望从种种线索中探究到与官方结论不同的真相 华尔街日报引述英国一家战略情报公司发言人的话说 去年11月在重庆死亡的海伍德生前有失向这家公司提供咨询服务 BBC报道说海伍德与薄熙来之子薄瓜瓜是好朋友 但并非他的保姆 有分析认为海伍德也许通过与薄瓜瓜的交往 有目的地走进薄家的内部圈子 发现了薄熙来许多不能为外界所知的秘密和隐私 最终让薄熙来发现而被灭口 另外最近两天大陆连续发生五起司机罢工事件 抗疫高油价飙升 管理费用太高影响生计 3月27号温州瑞安市山东烟台来州市继承车司机罢工 3月26号四川内江市继承车司机 东莞大朗镇的公交车司机也进行了罢工 而成都崇州市的继承车司机则在26号27号两天连续罢工 好观众朋友我们稍事休息 之后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事禁闻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